嗨 打球賽養 不知道今天要講什麼 那今天就來講世界上最長的海底睡覺好了 挪威位於歐洲的西北角 右邊連接著瑞典 左邊就是大西洋 挪威的海岸線極其蜿蜒曲折 或者也可以說是破碎複雜 讓挪威形成特有的峽灣景色 挪威比較常做的運動是足球 冰球和滑雪 我在世界上有點危險的公路那部影片 有說過挪威的大西洋海濱公路 公路橫跨在小島和礁岩之間 有時海浪也會打到公路上 挪威的海岸線就是這麼曲折 在挪威的西岸有著一條南北向全長1330公里的公路 挪威的139路線以仔細放大來看 會遇到各式各樣的峽灣 在早期你想要通過這些峽灣 需要做渡輪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峽灣是 我之前講過的蓋朗厄爾峽灣 那個村落就是蓋朗厄爾 渡輪你也可以說乘客的交通船 雖然渡輪也用來運送貨物 但位於水邊的都市來說是一種大眾運輸系統 或是說水上計程車 所以這139路線如果你想要從北開到南 還要和你的愛車一起坐上渡輪 雖然坐渡輪的時候可以順便休息看看風景 可是如果是當地人可能看膩了 或是根本不想反覆上下渡輪 只想趕路 他們歐洲高速公路或是說國際公路 都是像139一樣都是一開頭的 而且也可以橫跨其他國家 130國際公路 橫跨英國 荷蘭 德國 波蘭和白俄羅斯與俄羅斯 全長5800公里 而139路線連接的挪威與丹麥 起點為挪威的特隆赫姆 終點為丹麥的奧爾堡 坐渡輪在冬天水面結冰的時候 基本上時間也會拉草 而且139路線是歐洲單條道路渡輪數量最多的 要做9次的渡輪 其中短的渡輪過境大約需要10到20分鐘 長的渡輪過境大約需要3小時 自1990年以來 許多長橋和隧道已經取代部分渡輪 不然以前要做更多的渡輪 演講目前世界上最長的公路海底隧道 挪威已建成的這個隧道 它全長14.3公里 是目前世界上最長最深的水下公路隧道 隧道在海平面下291公尺 隧道有兩條管子 這兩條分別是去和回的方向 每條管子都是雙道路 隧道設計為每天可以1萬輛汽車 從2013年開始開工建設 在隧道快要完成之前 2019年10月5日 舉行隧道半程馬拉松 隧道在2019年12月30日正式通車 其實這個隧道只是這個項目的一部分 第一部分是這個隧道 其餘連接的部分有另外兩個隧道 也就是這個隧道和這個隧道 這兩個隧道原本也是計劃於2019年底開通 但最終於2020年4月22日開通 取代了這個和這個之間鍍輪的連接 並將相關航線的旅行時間 從50分鐘縮短至20分鐘 接下來講有可能未來是世界上最長的海底公路隧道 這個隧道叫做羅加蘭隧道 是139高速公路的一部分 大概就是接近挪威最南端的部分 隧道全長27.3公里 最大深度為海平面下392公尺 在2018年開始動工 當初估計這個隧道需要168英挪威克朗 以現在的匯率來算 大約是18.77億美元 但在2019年10月的時候項目暫停 原因是這個項目成本的花費 超過當初的評估 這個海底隧道的深度也是一種挑戰 在開挖之前必須調查岩石地形 在施工的時候要隨時注意前方岩石的情況 開挖中難免遇到斷層或鬆軟石子 以及湧水 就是由水會拼命灌進來 這些都是小驚喜 大驚喜就是有放射性物質 原本預定於2025年至2026年間完工 所以被延期了 挪威政府對成本進行重新審查 事實證明大約會耗資250億挪威克朗 2020年11月 新的開發成本估計為248億挪威幣 由國家支付40%的金額 大約是99億塊100億 剩下的金額由消費者支付 也就是經過的車輛會跟你收過路費 大概在2021年秋季到2022年春季開始施工 預估可能會在2031年的夏天完成 到時候成為世界最深的海底隧道 392公尺 同時也是世界上最長的海底公路隧道 27.3公里 當你在建造海底隧道時 安全是很重要的環節 一樣也是兩條管子 這兩條管子在每相距250公尺的地方 都能相互通聯 這樣的設計以防止事故發生或需要逃生 在隧道裡當然也需要空氣 一樣也是兩條管子 一條管子負責排出空氣 另一條管子負責讓空氣進入 沒有空氣要怎麼舉辦辦碼 在海平面下200公尺的地方 建立一個環狀形交流道連接隧道 這條海底隧道取代兩個渡輪連接 分別是這個和這個 隧道完成後 將連接克里斯蒂岸商 斯塔萬格 海域格松和貝爾根等四個城市 既然都講到挪威了 世界上最長的公路隧道也在挪威 我就順便講一下 叫做洛達爾公路隧道 我前面講的包括洛達爾 都是挪威語執犯不是英語 隧道全長24.51公里 1995年動工 再2000年完成 這條隧道連接著奧斯路和貝爾根兩城市 隧道也是16公路的一部分 以往要來往這兩城市 一樣也是要搭路輪 要搭三個小時 而且需要通過第四非常險峻的山路 山路在冬季的時候禁止通行 你就知道在挪威的有些地面是很危險的 以下有浪打進來 以下地面結冰或積雪 我們還是回到隧道吧 隧道通測後不只冬季可以行駛 大幅縮減往返這兩城市的時間 原本需要14小時 公路隧道完成後只需花費7小時 這個隧道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其中存在三個隧道休息點 休息點有藍色燈光 邊緣有黃色燈光 這三個隧道休息點 彼此之間的距離大致相等 所以你也可以說是這三個隧道休息點 把隧道分為四段 一段大約6公里 休息點是為了減輕駕駛員 長期駕駛的壓力 並可以停下來休息享受旅程 講師這樣講 應該還是直接開過去 同時知道自己開到第幾段了 其實隧道旁邊都有標示幾公里 已經跑了幾公里了 還剩下多少公里 原來呢 好好開車或是快速到達是多麼幸福的事情 在沦威國道和縣道上 有1040多條隧道 還有大約19760座橋樑 隨時有30到40座隧道在建設中 隧道平均長度1公里 其中一些正在取代舊隧道 超過100公里的橋樑有861座 而長度超過1000公里的橋樑有20座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分享和訂閱 拜拜我們下期見